跟大家跟进一宗 就是甲级写字楼的成交 这一宗也是在这两天的新闻 也都报道了不少 就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 办公大楼 就是我们经常叫会展中心 其中有个单位 成交了赤价是1.63万 赤价是16,300万 这个单位 其实在33楼的 07,08,09 相连有三个单位 总共的面积 是7,952尺 以16,000多元来计 成交价大约是1.296亿 近期都出现不少甲级写字楼的成交 究竟是否代表了 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出现 一些投资者用家 开始陆续入市 究竟甲级写字楼的价格 是否已经足底 开始有承接力 大家要看近期一些 甲下的成交 我们经常拿一些 比较知名度高 或者我们是说 十大甲级写字楼的成交 来和大家作一些对比 近期大家看到 包括王后大道中9号 有成交 大约成交赤价是22,500 美国银行中心 亦都最近有两层的成交 平均赤价大约是18,000 而中环中心也有成交 以极高层的75楼和66楼 成交赤价大约是256-289高层 如果看这些成交价 比起它在高峰期回落的幅度 都相当之大 如果我们今次看湾仔汇展 这个成交 成交赤价是16,300 但我们经常都是 拿一些最高赤价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图表大家都经常看 就是香港十大分层商下 买卖赤价的一个龙虎榜 其中会议展览中心 当然就是榜上有名 其实在这里的记录 排第七位赤价最高的写字楼 就是会议展览中心 它是在2018年的4月份 是其中43楼的07-12毫室 大约是10,020尺 它的成交价赤价是55,000元一尺 如果大家看回幅度 当然楼层43楼 和今次成交的33楼 相差了10层 但如果说它的赤价波幅 就由55,000元一尺 去到16,300元一尺 如果说跌幅是有七成 即是高低相差70% 其实它的幅度真的挺惊人 所以也看到不少投资者 用家就开始在这段时间 就真的密释一些优质的甲下 以及也看到价钱 如果回落的幅度大 都是有兴趣去欺购的 未来会否都会令到 甲级写字楼的成交中数上升 尤其是近期大家看到 9月19日开始 美国联储局就宣布了减息半厘 香港的银行最优惠利率 在当天也跟随减了0.25 如果看回整体的息口走势 在未来一两年 是有机会的息口下调多2%或以上 对于买卖写字楼的人士 或者买物业的人士 事实上的帮助会比较大 因为公楼的利息负担比较低了 吸引到多些投资者和用家入市 现在这段时间看到减息后 香港这几天股票市场直线上扬 亦都成交的金额每一天 去到千多亿、二千多亿 三千亿的成交金额都有 所以这个亦都代表了 是不少资金开始重现市场 究竟会不会在股票市场获利 或者是在资金回笼之后 会重投市场呢 这个大家当然是拭目以待 如果说回工商铺的投资项目 大部分都是聪明资金 都是趁低及纳的了 尤其是说一些跌幅最大 跌幅水平去到四五十个巴仙 去到六七十个巴仙 不等的这些甲级写字楼也好 工商铺的其他类别也好 这些都是投资者 会首先扣入的一些物业 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成交个案 是和大家陆续分享的